明朝这个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耀眼的篇章之一,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白手起家,到最后一任皇帝朱有俭的悲剧落幕,这个王朝的兴衰荣辱都曾震惊滑下大地,不过,你知道吗?这些明朝皇帝的名字,背后竟然隐藏着他们的祖先留下的深邃智慧,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。 公元1368年,明太祖朱元璋的登基,开启了大明的历史篇章,作为一位从草根崛起的帝王,朱元璋的经历无疑是传奇的缩影,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,他幼年时饱受饥荒与战乱的煎熬。 家人相继离世,这段苦难的生活磨利了朱元璋的性格,也为他日后的雄徒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从红金军中脱颖而出,凭借聪明才智和非凡的领导力,他逐步攀登权力巅峰,最终推翻元朝,建立了大明王朝,但成为帝王后的朱元璋,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,他敏锐地意识到江山一打难守,尤其是他打下的江山,必须传给一个有能力的后代。 于是,他开始为后代的命名设立规则,朱元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深谙古代文化,尤其是五行学说,根据这一学说,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类为五行,即金,木,水,火,土,五行相生相克,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与变迁,这一理论深深吸引了朱元璋,他决定将五行的元素融入皇族的命名规则中,希望以此确保大明江山的代代相传。 第一个被赋予五行名字的就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,标字带有木字旁,象征着生机勃勃,预示着大明王朝的生命力如同树木般生生不息,然而,命运常常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,朱标因病去世,这一消息对于朱元璋无异于晴天霹雳。 朱元璋没有因此改变他为后代命名的规则,他笃信这一命名法则承载着天命,可以为大明带来永续的国运,这一决定不仅是朱元璋个人信仰的体现,更成为了大明王朝皇室命名的传统与象征。 他对群臣说道,大明的未来,不仅在于今日,更在于我之后的千秋万代,我的子孙名字承载的,不仅是一个名字,更是大明的国运。 于是,五行命名法则正式确立,代代相传的名字背后,似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天命与力量,在朱元璋去世后,朱棣通过靖南之意,夺得皇位。 成为大明第三任皇帝,永乐大帝,1402年,朱棣正式登基,其名字中的帝字,依然遵循五行命名的法则,带有目字旁,代表着生机与活力,作为大明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之一,朱棣的统治不仅巩固了明朝的国力。 更将大明推向鼎盛时期,他多次亲征北方蒙古部落,开创了永乐盛世,还派遣正和下西洋,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,这些功绩使得朱棣成为了历史上备受尊崇的皇帝。 在光辉的统治背后,五行命名的神秘力量似乎也在悄然影响着后世皇帝的命运。 朱棣的长子朱高赤继位时,名字中的赤字带有火字旁,这一字眼隐含了皇帝性格的温和与热情。 朱高赤虽然是个仁慈的皇帝,但他的命运却和他的名字一样短暂而炙热,他仅仅在位一年多便病逝,未能继续推动国家的繁荣。 然而,他却为大明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基础,为其子朱棣基的继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,朱棣基的名字中含有土字旁,象征着厚重与稳定。 他在位期间,国家依然维持了繁荣局面,尤其是在他治下,正和下西洋的壮举达到高潮, 使大明的国力与声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五行中的土也预示着一种停滞于守城,尽管朱棣基致力于维持国家的安定,但他的统治并没有显著地开拓进取,这也为后来大明的逐渐衰退埋下了伏笔。 朱棣基,朱高赤和朱棣基三代皇帝的名字都完美契合了五行的命名法则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五行命名的力量似乎逐渐显现出其神秘的限制与宿命。 每一代皇帝的性格与命运,似乎都与其名字中的五行元素紧密相连。 命运的隐秘力量仿佛正在悄然主导着大明的未来,1449年,明英宗朱棣基在位期间,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土木宝之变。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朱棣基的命运,也深刻影响了明朝的历史走向,朱棣基的名字带有金字旁,象征着力量与刚硬,令人讽刺的是,这位本应象征着强大的皇帝,却在土木宝战役中被蒙古瓦剌俘,几乎让大明陷入灭亡的危机。 土木宝之变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,朱棣基被俘后,朝廷陷入一片混乱,在这场危机中,朱棣基的弟弟朱棣域紧急登基,名字中的域字同样带有金字旁,这仿佛暗示了兄弟之间命运的纠缠,尽管朱棣域努力稳定局势,最终仍难逃命运的安排。 七年后,朱棣镇通过夺门之变复位,朱棣域被迫下台,命运的齿轮再一次将兄弟间的斗争推向高潮。 土木宝之变及其后的夺门之变,不仅是明朝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,更是五行命名法则的另一个权势,金字旁的两位皇帝先后登台与退位,仿佛是五行中的金属之间的碰撞,既带来了激烈的冲突,也预示着大明王朝的内耗。 朱棣镇复位后虽然努力挽救局势,但他在位的后期,大明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,这一段历史让人深思,五行的命名似乎与皇帝的命运不可分割,时间推移至1572年,明朝迎来了万历皇帝朱义军的时代,朱义军,这位年少即位的帝王,在五行命名中象征着水,水,主灵动与智谋,预示着变化与机遇,在他登基初期,辅佐大臣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。 从财政,军队,赋税到励志的各个方面,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革新,这段时间被称为万历中兴,是明朝最后的一个辉煌时期,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极大提升。 尤其是一条编法的实施,减化了赋税制度,极大的缓解了百姓的负担,水的灵动也意味着难以控制的变换,随着张居正的去世,万历皇帝的个性逐渐发生变化。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,他最初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,甚至亲自参与政务。 随着朝臣之间的争斗加剧,尤其是关于立储问题的长期纠纷,万历逐渐对正史失去兴趣。 他开始身居宫中,几十年不曾上朝,这一时期被称为万历代政。 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官僚体系逐渐腐败。 地方治理效率大幅降低,尽管万历年间国家表面上看起来还算安定,但实际上各种危机已经悄然酝酿,正如水虽柔顺,却难以捉摸。 万历皇帝的后期统治也是如此,这一时期的明朝开始从内部崩塌,朝廷内外矛盾加剧,国家机器运转不灵,尽管他有足够的才智和经验来治理国家, 但他却选择了避开权力的忠心,这也为明朝的未来埋下了隐患。 万历的统治是五行命名中水的最好权势,既展现了初期的生发与灵动,也表现了后期的无力与变换不定。 水之柔可容万物,但一旦失去方向,就会泛滥成灾。 万历中兴的光辉很快被其后期的无为所掩盖,而他本人也逐渐成为了历史上饱受争议的皇帝之一。 1644年,崇祯帝朱有俭的统治来到了明朝的终点,崇祯帝的名字中带有木字旁,这在五行中代表着生长与重生。 然而,在崇祯帝的时代,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,内忧外患不断。 他即位时,国家已经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,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,北方的满清政权虎视眈眈,而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不断侵蚀着国家的根基。 崇祯帝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皇帝,作为明朝最后的帝王,他并非没有能力,他在位期间一直试图挽救局面,亲自处理政务,削减朝廷开支,并多次派遣大臣镇压叛乱,他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。 每一次失败的打击,都让他变得更加焦虑,1644年,李自成攻入北京,崇祯帝仓促间召集大臣商议对策,却发现无人能为他分忧。 在城破之际,崇祯帝选择了字役于景山,这一壮烈的场景成为了明朝最后的写照。 据说,在字役前,崇祯帝对天长叹,镇飞亡国之君,沉接亡国之臣。 这一句哀叹,不仅表达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无奈,更导出了他对大明王朝毁灭的深深痛惜。 作为墓的象征,崇祯帝本应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与重生,但历史的巨轮已经无法逆转。 崇祯帝的死,也象征着五行命名规则的终结,大明王朝随着他的字役而走向了终点。 朱元璋所创立的五行命名体系,曾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则为王朝带来不朽的命运,但最终依然逃不过历史的宿命。 明朝十六位皇帝的命运与五行命名之间的关系,似乎明明中自有天意,从兴盛到衰落,从强盛到灭亡,五行的力量贯穿史中,明朝的十六位皇帝,从朱元璋到朱有俭,他们的名字如同一条串联王朝命运的脉络,五行的命名规则成为了大明王朝最为独特的文化符号。 每一位皇帝的名字背后,似乎都隐藏着他们各自的命运与性格的密码,从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循环中,我们可以看到皇帝个人命运的起伏,看到大明王朝的盛衰兴亡,其实生在帝王家有好也有坏,好的一面自然就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了,甚至连起名字都要找专人来看过,以此确保一生的富贵,但不好的一面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随心所为,要考虑太多的因素。 而且,为了那高高在上的权利,搞得父子不像父子,兄弟不像兄弟,又有什么意思呢?所以也说明了,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。 可能当时有部分的皇子们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,也并不想飞黄腾打,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来感受亲情的温暖,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任何事。 当然这些也只是我们的猜测罢了,更多的证据还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考古研究来发现。